天父上帝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依靠圣灵无限的能力 为了你自己的荣耀 我们这个时刻求你是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真知道你 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当我们心中眼睛被圣灵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清清楚楚 看见我们个人属灵的光景 我们看见教会属灵的光景 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 给予我们现今教会的一个导航 以致我们知道上帝在每一个阶段 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有一些的理解 我们怎么样按照上帝给予我们的启示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活现出来 祝福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的学习 我们今天可以度信不与坦坦无惧 来到你的面前 这完全都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留学舍身的结果 感谢主 感谢主 荣耀归给主 师父以下我们一起的学习 愿你的名得荣耀 我们的生命得到你的建立 感谢赞美主 将同心祷告 是靠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民 Amen Amen 好 那今天我们就进入这个 从这个导航的角度 解读启示录的这个重要性 今天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第二方面的应用 我们看我给你的这个一公七堂的这个导航的角度 来解读启示录 我们今天是在第六堂 这一次就最后一堂 那我们看这个 在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 当我们看启示录 为这个整个导航的时候 那我自己在2019年9月29号 上帝带领我去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里面 这一天呢 也是主日 也是天使节 也是犹太人的这个号角节 在同一天发生 这三个这么重要的节期呢 在同一个事情发生 而这也是导航的第一章 当主日 亚罕领受这个的 启示的时候是在主日 然后听见 有这个吹号的声音 因为吹号的声音呢 是犹太人 这个他们的新年 七月一日是他们的新年 因为那个是号 也叫做号角节 就是吹大声 让他们知道 这是新的一年开始 这样 然后接下去看到 耶稣在这一次 他的显现中 拿着气心 气心也可以代表 传道人 同时也可以代表 所有的天使 所以这一方面呢 就给我们看到 这一个 这一段 约翰领受的启示呢 这个预言呢 那因为我们看 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 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 所以已经是接下来的 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 就告诉我们 念着书上预言 听见又遵守的 又有福了 要去遵守 因为日期尽了 遵守 所以这一个 遗憾的经历呢 也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好像也是 以后要发神的事情的一个预言 所以当我们看 这个2019年9月19号的时候 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呢 就让我 圣灵最引导 我从来没有想过 是这样子的来应援 圣灵引导 让我看见这个预言 我其实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很难去用灵里面 用字面 把它完全表达出来 那个是在当时 我在2019年 大概9月底的时候 在教的时候 我的师母 还有另外一个弟兄 就算问这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 是现在要应援 我就用尽量 当时用的那些例子呢 他们还是好像听了 可能还不是很完全明白 到最后 来到2020年3月的时候 上帝又引导我 把这个事情写得更完整 我就看见 原来是这样子应援的 感谢主 那如果这个启示录 这个第一章应援的时候呢 约翰被吩咐 他说 你现在看到的事情 我们要看现在的事情 跟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那个起点 起点之后呢 你就开始看 这个第一章应援 现在进入到第二第三章 所以上一次呢 我们就看 我相信现今我们是处在 这个第二章 很多教会是处在第二章 第三章 就是所有的教会 你看第二第三章 是讲到七个教会 代表所有的教会 所有的教会 这个要做什么呢 那简单的说 每个教会都不完美 每个地上教会都不完美 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个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那个最终的目的 但是朝向那一方面 所以这就是我在第一次应用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现今发生的事情 你看到这个瘟疫 这两年多来的瘟疫里面呢 现在还是继续 大家还是防范 这个大家在这两年多里面 给大家更多空间思考 当大家的脚步缓慢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更多时间思考 我们的生命到底要怎么样 来更加的跟上帝的旨意对齐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在上一次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七个教会 也就是启示录第二第三章 启示完整 代表所有的教会 全世界各地的教会 所以为什么疫情发生的时候 是全世界的 每一个大陆都受影响 所以每一个大陆 同样面对一样的问题 你在一个小的地方 几千人 像我在这里 现在在我回来肯大基 住在一个六千人的人口 很小 很小的地方 这个像我前几天在纽约 是一个大概九百万的 这个大城市 一个世界级的城市 这个城市呢 这个纽约呢 是与众不同的 因为纽约呢 你去到纽约 你就要好像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是一个多元种族 在那里大概有180个国 差不多180个国的人 在那里 所以没有在纽约呢 没有一个人种呢 是属于多数的 每一个人种都 华人呢 可能有3个% 黑人有大概7个% 白人可能有3个% 然后其他种族 这样大起来 你到一个是一个 非常多元化的 一个社会来的 是一个 你大概全世界很难找到 这样的一个大城市的 你到上海看过去 95%都是中国人 你到日本东京 大城市 看的都是日本人大部分 但是你在纽约呢 你没有这种的 你看过去 有时候你来个地方 有些我们去CinaTown 这个是什么地方 好像香港这样 自己好像一个 另外一个世界 这样的那种的 那每一个 无论纽约大城市 他们面对疫情 像我们这小地方 也是一样 所以整个 这个全世界 都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我们看 这七个教会 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特别把焦点 放在教会要被洁净 这个整体来说 所以教会 要被洁净 要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这神的 全先我们的目的 就在第五章 这个以福所书里面 耶稣基督 要用水 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一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 没有瑕疵的 所以你看到吗 耶稣要从天降临 我们要预备 耶稣新郎 是一个完全圣洁的新郎 他是教会的头 所以身体 也要被洁净的 所以这是我在 上一次的时候 花的一些时间 我再带过给你看 神的旨意 第三节 就是要你们成为 圣洁 隐辟隐形 所以你问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的旨意 就是要成为 你要成为圣洁 每一天要 检查自己 我的生命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 比昨天更圣洁 明天有没有 比今天更圣洁 下个月有没有 比这个月更圣洁 明年有没有 比今年更圣洁 这个是我们 一直要不断 不断的 在圣灵 圣灵就是圣洁的灵 来来洁净我们 然后接下去 神找我们 本不是要我们 沾染误会 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很清楚的 一直不断强调 西伯来书说 你们要追求 以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所以你跟主的关系 越亲密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是越圣洁 你越圣洁的生命 你越就感受到 神就好像 面对面可以讲话 但是你活在罪里面 你就感受到 好像上帝离你很远的那一种 像亚利书里面 提到这个有关将来的 这一个盼望的时候 特别在第二节 亲爱的弟兄 我们现在是神的 而你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要向他 向他怎么样 向他因为得见他的真理 凡向他有着指望 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像耶稣洁净一样 所以这个洁净 简单的说 就是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所以这是我们在 上一次分享的时候 一直把 这一次的疫情 这一次的战争 就是帮助我们 不是演于上帝 帮助我们更亲近上帝 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上帝带领我看 这个中国上 二十世纪上半月 就是二十世纪的 头五十年里面 上帝从中国教会 兴起本土的教育领袖 我们都知道 福音传进中国的时候 大概在十九世纪 那二十世纪 上帝兴起本土的 这一些的传达的牧师 中国里面有尼托森 宋尚杰 甲义民 王文道 这些都是上帝大大使用的 那特别我要强调在这里 就是谁呢 宋尚杰 那宋尚杰呢 是我自己 我读过他的这个传记 他的传记呢 是你读的时候就感受 好像有火在烧 那种感觉的 我那时候在幕会的时候 二十几年前幕会的时候 我就读他的传记 非常受感动 我看他的讲道 就是很简单 不是这么邪术 他强调就是认罪悔改 圣洁生活 认罪悔改 然后过祷告 不住祷告的生活 很简单 他每到 我看他的整个 这个工作的行程里面 每到一个地方 一定强调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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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罪悔改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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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 但是神的灵呢 就大大在他的身上 彰显出来 那我去教神学的时候 特别是我将教讲道学 我特别要求他们 讲道学这边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道教 常常用一大堆 很多学术的东西 我这个作者讲 这个圣洁家讲什么 那个圣洁家讲什么 很多时候没有那个火 所以我每次要他们读 这个宋上节的 这个传记来写 所以感谢主 所以这个就是简单的说 就是那个火 就是要 就是我们要做捷径的工作 好 那我们今天 有这个启示录 所以我们要导航 对不对 所以我说重要性 但你看第三章 你就说 那为什么有第三章呢 第四章 捷径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复兴 就是复兴的现象是什么呢 这就是将来的事 我们看到现在的事 正在进行的事 现在的事 不久后的叫做将来 那时间多长我不晓得 但是当然我们希望越快越好 那将来的事 看到没有 将来就是 是启示录第四章之后的 叫做将来 因为当时 一旦领受 这个启示的时候 那个七个教会 就是现在的事情 现在 因为当时他处在 那个七个教会里面 他的牧养过那些教会 所以他对他来讲 是现在的事情 将来的事情 那现在我们用 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现在读 现在的事情 是启示录第二第三章 将来的事情 是进入启示录第一 我们看的就是 启示录第四第五章里面 那这样我们看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现在我们 正在朝向这个复兴 所以你有这个导航呢 就给我们一种的盼望 不然的话 当你看瘟疫的时候 当你看战争的时候 当你看通货本帐的时候 当你看这个饥荒的时候 这些事情的时候 让你觉得很腿上的 很多时候就有人说 哎呀主快快来帮我们借走 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 不是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要我们更加积极 这些事情发生 我们看 尤其是做导航的时候 我们就 现在我们现在处在 这个第二第三章 这些事情的发生 让我们 在瘟疫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知道我们的脚步得很快 很快 要做这个做那个很多东西 瘟疫来的时候 大家关在家里面 关在家里面 不是叫你去打gain 不是叫你做 这些无聊的事情 那你 你 关在家里面 你就问呢 为什么上帝 让我这么多时间 给我们有这么多 就缓慢我们的整个的脚步 不但是你的脚步 整个世界脚步 突然停顿下来很多 这样 你会看到整个 这个气候呢 当时很多这种工厂 工厂工厂 对不对 加工 加班 加班 在中国这样 我记得 二月份 2020年的时候 那段时间 整个 这样大地的空气 就洁净了很多 这样 因为很多工厂 开始减少 这个减产 等等 所以这些 当我们看到 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更 可以更亲近上帝 不是叫我们去买 瘟疫 不是叫我们去买 瘟疫 是叫我们去亲近 战争不是要我们去看到上帝好像是不慈爱 不是 战争是要我们看到上帝是公义的 这些饥荒掉 这些事情发生了 给我们有教会 我们个人重新调整我们的步伐 调整我们现今的价值观 很多基督 就要回到疫情之前 疫情后 疫情前 没有这种事情了 我们在疫情中间的 你就跟着疫情继续跑的 到底多长 我不知道可能在两年后又新这一种 不是COVID 是另外一种病毒出现的时候 也是传染性很高的 这些都是我们已经活在这种的生活里面 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都是神要教训我们的 如果你去读这个就业 特别就业很多瘟疫 瘟疫 你就知道上帝是要管教他的子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都是上帝在管教他的子 让他子民重新可以调整他的步伐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所以我们看到现今的发生的事情 不是叫我们惊慌 而是叫我们更做好 充分的准备 调整我们的步伐 然后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 让我们所做的能够激战财宝在天上 我们要激战财宝在天上 我们不是激战财宝在地上 好像耶稣讲的 有虫子有贼蛙窟窿来偷 但是当你把你的金钱 你的财干 你的时间 你的生命里面跟上帝的旨意对齐的时候 你就投在里面 你就激战你的财宝在天上 我们现在关心的 我关心的是我的在天上的财宝有多少 我关心的不是我在地上的云南复古有多少 我在天上的那个财宝有多少 这是我这一生中要一直努力的 这保罗所讲的 这个是他这一生中为上帝打了美好的仗 当走的他就带走的 说托付给他 他已经做了 从此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不但为我存留 为那些信靠他的人存留的 这是耶稣讲的 也是保罗自己一生中走在这一条道路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一直扑换我们 我们要把财宝系站在天上 所以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第四第五章的时候 这个我在另外一系列 就是这个从瘟疫战争中 这个来看新的资系的时候 我对我谈了这一点 所以我会跟大家在线上的大部分 可能都有跟着我另外一个系列 我在这里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四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第四第五章的过程里面 除了四个活物 他们这个高级的天使所扮演的角色 因为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我们人扮演什么角色 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我就把这个有关在第四章里面提到24位长老 这个长老就是教会的领袖 长老在新列里面 在纪列里面就是当时的 这个以色列领袖 新列里面看到是教会的领袖 纪列长老就是那些以色列人的领袖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老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我在这里上次有谈了 如果你听的时候你再重听一次 如果你是今天还上来的 那我想给你一个鼓励 那这24位长老他们你看到他的穿套 他整个这个外在都表现出他领里面的这个四季的生命 外在他都穿着这个白衣 他表达白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属性 而这些要经历上帝要做教会领袖呢 他们的生命是这个圣洁的生命 第二呢 他们头上带着金光明这里给你看 第四章第四节 他这个依然看到 做宝座的座位有24个座位 那坐上去的不是天使 是谁呢 是24位长老身穿白衣 头上带着金光明 金的光明呢 这个光明是什么呢 光明的就是好像是一个赏赐 那什么赏赐呢 那如果你看这个 应该是丹以礼书 我忘记是第几章 可能是第九章 在那里提到这个 因为丹以礼是一个祷告的人 当时这个天使去 就是向丹以显示 他说蒙大恩的人 那个蒙大恩呢 那个讲的就好像是 是被上帝祝福的 那祷告呢 这个生命呢 就好像 祷告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冠冕的一种生命来的 所以这个 这个带着这个金的冠冕呢 就是这些 我们说这些的领袖呢 他们是去经历那一种 不住祷告的生命 这也就是启示录第四章 天使是个佛物 跟24位长老 因为天使是昼月不住祷告的时候呢 那24位长老跟着天使 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 你不能在那边休息的 很猛 我意思是吗 因为天使 他就是不住的在那里来祷告 来敬拜 这个我们看到 他们夫妇在 这个 这个 宝座前的 你看到没有 第十节 在这个四个活物带领 这个敬拜的 祷告敬拜的过程里面 那24位长老 就夫妇在宝座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官免放在 宝座前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万物 是因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看到吗 所以这一个 24位长老能够说出 第十一节 就表达出他们明白 上帝创造上帝救赎 他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很清楚 他看见 为什么他要过圣洁生活 为什么他要不足 祷告 不足敬拜 因为这个过程中间 就清楚看到 接下来第五章 就是那一个大复兴的出现 大复兴的出现 之前一定是有 这个生命 所以如果你个人 你不要讲 你不要讲到太远 你讲你个人的话 当你越爱圣洁生活的时候 当你越爱祷告的时候 当你爱敬拜的时候 当你的心里面 常常问神的旨意 是什么的时候 你正在经历复兴 很简单的道理来 你就正在经历复兴 你正在经历 上帝给你的复兴 个人 你个人自己 所以这四个 24位长老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 夫妇的敬拜 所以接下去 我们看下去 接下来 我们看到是什么 就是这个耶稣准备 揭开这个 chickening的过程中间 我们看到发生什么事情 在耶稣要在 这个第六章第一节 开始揭开的时候 你看到第五章 第五章七节里面 这高阳前来 就从宝座的右手 拿了书 他已经在手上 拿住的时候 还没有开 那什么时候开呢 他的决定就在于哪里呢 就在于这24位长老 你看到他们 这24位长老 手里拿着什么 包括四个火物 各拿着情 以沉满了乡的进入 这乡就是众圣徒的祷告 所以第五节开始 就是大复兴的出现 所以出现之前 第八节里面 我赛上次也有提到 这一个24位长老 清除神的旨意 要带领圣徒一起 敬拜赞美祷告 你看到吗 这个他们的夫妇 拿着这个情 已沉满了乡的镜头 这乡如呢 这里看到众圣徒 就是其他所有的基督徒 一起的 在这24位长老的带领之下 看到没有 他们的祷告 就 这里有讲到 这个祷告是什么 这条件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看下来的时候呢 这一个24位长老 就教会的领袖 教会 所以 这些疫情呢 都帮助我 看到有一些教会 那些牧者 其中有一个 我看到他每一天 早上六点半 就开始带领 敬拜赞美祷告 因为他是 在背书里面 我几乎常常看到 他是每一天都有 他从疫情开始 2020年3月份的时候 一直 就是从早就开始带领成岛 每一天 他以前哪里有成岛的 以前的成岛的 没有人来的 只有他一个 他在线上带领成岛 我相信当时应该有一些人 教会的人就跟着他一起 来参加这个成岛 所以很多领袖 你会看到这种 突然间这个祷告的力量 就加起来 这是谁在带领 是教会的领袖 这是给我们看到的 所以这里 我们看到这个领袖们 他们来带领敬拜 来带领祷告 条件是这个满了之后 你就会看到接下来 第九节就开始 爆发的大复兴 所以这个条件呢 我在上一次有提过 一共有七个 这个秦以卢的祷告内蒙 因为这些都是 接下来在第六章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讲嘛 这些议员还没有 这个成就之前 通常都是跟祷告有关系 我们祷告 祷告到满的时候 那一人就成就的 所以这里我在上一次的时候 我也花了蛮长的时间 把这七个 这个带领的内容 放在我们 这个祷告里面 所以第一个 我们就看到 在以后 就是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这个终极成就的时候 是上帝 父上帝 最荣耀的时刻 所以这个我们都 期待 我们这个终极点 我们要 有这种 那种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盼望的那些人 我们在地上才会 积极朝向那方向 生活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就围着主耶稣 接下去第六章 你会看到很多 这些三轮的审判 彰显主耶稣的公义 我们就 就祷告 这些事情发生 我们就知道 这为什么这些灾难 这些灾难发生 我们不是祷告灾难不要 我们祷告主耶稣的公义彰显 灾难必须有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处在那种 无灾难的世界的 所以你看灾难的时候 不是上帝把灾难拿掉 那这些灾难是在 成就神的过程中间 是必须存在的 瘟疫也是必须存在 战争也是必须存在的 所以有时候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就会 不会那个战争里面 你就 你就在那个过程里面 你就会觉得 哎呀为什么 现在这个战争不会停止 又朝向 你根据我的解读里面 现在的战争是 一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要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这个这个你就要准备了 我一直讲了 你现在听 哇四分之一 如果八十一 二十一的人口 在第二次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消灭 就死掉 所以很恐怕 对不对 但是你要 这些要发生的 要发生 我不是求他 我就 我就在求的过程里面 我上给我力量 去能够胜过这些 看得见的这些的灾难 这些的战争 因为这些是必须 必须是有的 所以耶稣就讲了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必须有 意思就是说 他会一直不断发生的 耶稣就讲了 这些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出对面 这些是灾难 这些是必须 只是默契还没有到 你们不要惊慌 他要我们是不要惊慌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公义彰显的时候 你现在看到的还是 只是那个热身赛 你看到这种 但你为这一定很可怕的 这个你还没有看到 更可怕的 这个上帝是现在给你看到 是给你意悲心 将来更可怕的 会继续来到的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一定会发生的 什么时候 这些发生之后 你要等到 这个耶稣在地上 中了一千年的时候 那段时间才是真正和平 但是过程里面 他必须有这些事情的 那第三呢 你要看到 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要看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 他要恩高 这个圣灵的恩高 要降在你身上 给你胜过这些苦难的力量 就是这样子 圣灵 所以为什么 启示录一共出现四次 也是整本圣经 启示 上帝的启灵 上帝的启 所以你就要祷告 上帝 既然你说我们这个阶段 是要有上帝启灵 在我们身上彰显 那就祷告 这样的话你就有这个力量的时候 你就胜过这些 外在这种的可怕的现象 第四 他又讲到 殉道者 殉道者还没有满 这个在 启示录 应该是第五个印出现的时候 就是 耶稣讲到 这个殉道者 接下来还有很多 为主殉道的人 你就开始为自己预备 这个殉道 你不要害怕殉道 你就现在开始祷告 然后第六呢 你会看到 在这个过程中 以色列人要归主 在这个过程中 外邦人要归主 这第六个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 你就看到 上帝正 这些瘟疫战争 这些可怕的事情 慢慢把以色列人朝向 带到救恩的道路上 外邦人带到救恩的道路上 我相信这一段 这瘟疫战争期间 我相信当中好多人 就因为这样子 打开他们的心 来接受福音 就像好像这一次 在乌克兰的 我们听到好一些的见证 他们住在教会 因为教会成为难民中心 然后拜一到拜六 他们教会 我们都听到一些教会 一天祷告三次 早上一次 中午一次 晚上一次 一天三次祷告 一个礼拜就二十一次 通常教会祷告 只有一个礼拜一次 突然间增加几十倍 二十倍 从一次到二十一次 然后祷告 那教会 大家都看自己 现在看到了人民的希望 那你服侍这些难民的时候 他们心就打开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他们要逃难 逃难的时候 你会看到 下一步往哪里走 他们前途茫茫 现在福音来到 神的爱在他们中间 葬行的时候 他们就开放他们的心门 接受耶稣 所以很清楚的 这俄乌战争 是为了教会 欧洲教会复兴所预备的 所以这些都是 就朝向那个好的 那一方面的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围着我们领受的救恩 就是不断赞美祷告 不断赞美祷告 常常在这个 每一天的灵修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把你的心思意念 放在上帝怎么样救你 这个事情上 一直不断赞美 不断赞美上帝 所以这些的内容呢 是成为我们每一次 祷告那个力量的一个源头 所以这个是七方面 所以我们看到的 这个香药满的时候 因为这些七条 七个情理炉的 这个祷告内容呢 是在第六章之后 要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在还没有应愿 这个预言之间 我们就把这些要应愿的 成为我们现在的祷告内容 以致呢 当这个香 就祷征徒的祷告满了之后 你就会看到 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 你就会看见呢 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复兴就出现了 从第九节开始到十四节 看到没有 所以你会看到这是 这是整个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来的 所以有启示录作为导航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信心 就朝向 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 不久之后 上帝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我给大家看的这个 你看这个叫做 The End Time Revival And Great Awakening 看到没有 你会看到这个是 The End Time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启示录第五章的 史无前例的大复兴 你会听到其他一些教会的领袖 特别是领用派教育的领袖 他们会一直不断提到 我们会有在美国 常常会讲的 The Third Awakening 因为美国经历两个很大型的复兴 因为美国经历两个很大型的复兴 他们正在期待第三个的 Awakening 这个大的一个复兴 那这个是我有在祷告 我可能会在来临的星期三吧 就是我们这里的星期三 因为我们的一系列 那个已经讲完了 最近我在思考在美国 有关这个堕胎法案 不晓得你没有注意 这个新闻 就是在一两个礼拜前 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 泄露出来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 有关在六月 应该是六月底吧 他们要表结 这个堕胎法案 是不是要废除掉 那从泄露出来的秘密里面 他们正在预备要废除 已经现在写稿了 已经在准备 然后给所有的大法官 至少我们知道 有五位的大法官 就是已经有这个决心 要废除掉 因为九个大法官里面 只要有五个就可以通过了 所以就泄露出来 这个是在美国的最高法院 是史无前例的 史无前例的 这个对美国的司法里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 在美国呢 司法独立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在这个最高法院的 左派的法官也好 或者左派的法官的助理也好 总是因为助理就是 他们就是要帮你这个搞 不是这个大法官 所以这个东西 你的人没有保密 他们现在要调查 可能用刑事方面 要提供这些泄露秘密的 对于泄露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 这个最高大 John Roberts 他说这个是一个 骇人的一个新闻 Appilling 他说App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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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这个是一个对 他是主席大法官嘛 首席大法官嘛 他是最资深的在 应该是在 九个里面 他说是首席大法官 这个首席大法官 很重要嘛 他就觉得这是 对整个司法界一个 就是一个完全的破坏 那很恐怖 在美国 那为什么要泄露出来 冒着这个险 这样的话 这些左派的人 或者这些反多台的人呢 反对多台法案 被除掉的人呢 那些人就开始示威 现在在美国 很多地方示威了 他们就 甚至跑到 我看到新闻里面 跑到两个 John Roberts 首席大法官的家 你跑到人家来示威 那示威不是两个三个 是几百个几千个人 跑来的 你知道 你对他的家庭 造成一个威胁 你知道吗 还有另外一个 法官也是 这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看到 这个是很 就是一个 现在美国呢 正在被捷径 以前呢 是基督徒去示威 反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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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台法案 现在反过来 风水轮流转 现在是那些 反对多台法案 被 就是被废除掉的人 去示威 现在基督徒 不是示威 去祷告 现在要赞美 现在 应该是来临的 5月17号 下个礼拜二 他们会到 最高法院去那边 我相信那边 是开这个赞美 祷告 敬拜上帝 就是一方面 也祷告 这个法官 也继续坚持下去 不要受这种 社会 这个 这种的压力 而 他们就开始 这个 我们说 就是 退缩 所以你看 现在接下来的 这一两个月里面 一直会出现 跟一多台法案的事情 这是很 令人 很可怕的东西 但是这是 上帝 捷径 美国的一个 接下去呢 接下去 我们看到是 同性恋 要废除掉 同性恋 在2016年的时候 奥巴马的时候呢 就通过 五个对四个 当时那个 John Roberts 首帝大法官 他是关键性 他是保守派出身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不晓得 为什么他投一票 所以变得无比四 现在呢 不用John Roberts 都有五票了 所以 接下去 他们就开始谈论 这个 同性恋 法案要被 被除掉 我这样是 也是不久的事情 这个就是 上帝正在 捷径美国 把这些 上帝 看为恶的事情呢 把它捷径掉 这堕胎是 从1973年 开始到现在 差不多五十年 杀了超过 六千万的孩子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大的罪行 所以这是 上帝要捷径 美国的一个 重要的方式 而现在教会 就开始 基督徒 开始在美国 你看现在 美国的基督徒 都开始很积极 参与政治 参与这个 这个学校 很多方面 他们就 就是我讲的 七座三 在美国 现在已经就是 各个领域里面 基督徒 有勇敢发生出来 我是基督徒 我要坚持 我的 这个 这个道德的 这个标准 信仰等等 所以感谢主 这个就是 现在在 正在 接近美国 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是 你如果从 五年前 十年前 想的时候 哇 好像美国 就是已经是烂摊子了 真的 美国是一个烂摊子来的 美国人呢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 这个homeless 东西 美国人 包括homeless 里面 大概 百分之 八的人 差不多靠近 10% 这个美国人 有一个 是吸毒的 毒品 所以为什么 美国的国会 在应该是 今年还是去年 就通过 这个大麻 合法化 吸大麻 是 是不犯罪的 在美国 以前呢 如果你在加州 在纽约 或者一些比较很 就是那种 民主党很 很自由的 那个州里面 有就合法 只是可能几个州 罢了 现在是全国 如果在这里 我吸大麻 公开吸大麻 没有人 警察不会来抓我的 那几前 五年前的警察 是来抓的 所以你看到 美国已经 陷入到那一种 已经 如果 单单从人的角度来看 已经美国是灭亡的 所以为什么 很多人就说 美国走下坡 这是对的 但是 我们在这里 我来 这差不多 两三年里面 就 重新看到上帝 正在透过 一些小群 我们讲的 人人的基督徒 他们没有放弃美国 他们努力 不足祷告 尽时祷告 其中一个就是 陆恩格牧师 带动的团队 Dutch牧师 还有其他一些团队 我看到 他们正在做这些的 在这个复兴的工作 所以感谢主 所以美国还是有希望的 还是 美国还是要先进行复兴的 美国复兴之后 这个火就一直在烧的 那一种的 所以感谢主 所以我们是 根据启示录的导航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不久后要发生的事 所以第二第三章 就是捷径 所以现在美国就被 这个神的灵在捷径 所以很多基督徒 开始很看重导告 这里你可以想象 我们刚刚结束 四天的禁食导告 在我们城市 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教会开始 四天的禁食导告还不够 教会有在推动 就二十四 七的这个祷告 而教会各自来推动 他们去做 这个是 这个是 你五年十年前的时候 你大概看不到这种情景 感谢主 这一次的疫情 因为我在这里 我接触蛮多 这些这里的牧者 那因为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祷告的人 所以我就有机会 他们也邀请我 他也知道 我是喜欢祷告 什么这种大型 就会邀请我去 所以我就看到 我在 在zoom里面 跟他们听 谈话的过程里 看到他们那种 很急 很急躁 那种要祷告 要急急 要做那种 所以这个事就是 在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也正在 朝向启示录 在导航的方向走 我相信圣灵 也在欧洲 做这个工作 在亚洲 做这个工作 在非洲 做这个工作 你会看到 五个大陆的 这些各地的教会 正在被圣灵 用多方的 这个方式 来做捷径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期待 这个期待 所以我们 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是令人腿上 在同一个时候 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们继续祷告 我们继续相信神的话 在上帝的带领之下 我们正朝向 现在正朝向 这个启示录 第四第五章的 这个爆发大复兴 的一个方向 感谢主 荣耀归给主 愿上帝 透过今天的简短分享里面 让我们对神的 这个应许 神要做的事情 我们勇往前行 不被这个 我们看得见的 世界上 这种混乱的事情 而感到腿上 你是给我们 更大的信心 更积极的 去更多祷告 更多服输 抓住机会 现在 这些的瘟疫 这些的战争 就造成了社会很多 这些通货膨胀 这些的 穷人会越来越多 有需要的人 帮助越来越多 所以教会 就是要那种 积极 叫proactive 不是passive 等人来 叫你求救 等人拿白旗 你教会能够看见 白旗没有升上来之前 你能够去帮助的时候 这就是教会应该做的 所以我为什么 上帝在这几年里面 上帝就是 把我拆遣出去 你要出去 何尝在外面 何尝不在教会里面 何尝在外面 在教会外面 走出去 所以感谢主 上帝把我带到 这位不久后就到腿越 我们走去街头 去寻找 把那些 吸毒的 把那些 这个精神病的人 一个一个把他找回来 带到神的面前 我相信在圣灵的恩高之下 你有圣灵的恩高呢 这些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了 你没有圣灵的恩高呢 再小的问题 都是你的大问题 有圣灵的恩高呢 大问题 都不是问题 所以你问我 很多人 哇你做这个无价格很难 当然你讲难 我没有否认这个难 但是 我没有看他难 我看到这圣灵的力量 所以为什么我这样大胆 这样做出去 我看到 我一看到这些人的时候 最近我去几天的时候 我很注意 在哪里街头 我就看到有 我走的地方 我大概看 算算到来 可能有 四五个那种 精神病的人吧 在街头 我走一走就看 如果我已经在纽约的话 因为我要跟这个 市政府合作 我要还 这个 这一次去的时候 就没有机会 因为时间太短 我要进到市政府里面 市政府里面 我看了有一个叫做 Outwitch 就是这些 他们一个group 会走到街头出去 会看到这些人的时候 他就要把这些人带到 如果是精神病的话 就要帮助他 把他带到精神病院去 给他接受治疗 让他会恢复正常之后 我们就有机会传福音给他 精神病的人是 他不能传福音给他 他听不懂的 那我就有机会 这些都 我看到是一些 多的不得了 在街头 很多的 这些呢 因为有一个团队 可以去做 把他一个一个 带回去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就在祷告 如果我已经在那边 我就 就有机会 做 因为我这是去观察 所以给我看到 这些的需要 感谢主 所以 问题 不在那个 那个 那个问题的本身 问题是我们看到 是圣灵的力量 这个才是 我们的焦点 圣灵能够将 这一个 你看为是已经 沉沦灭亡的人 成为一个 被上帝 大大使用的人 这些见证 多得不得了 你可以看 这一次我去 没有机会 接触到 那个 那个传道 一个叫 Street Life Ministry 真的要分享很多 这个 Street Life Ministry Street就是 这一对夫妇 叫David夫妇呢 他们大概 25年前吧 25、6年前 可能更早 他们信主之后 他们也是那种 吸毒的那种 是没有胖 后来 整个生命改变 他就 他就看到 他就马上成立 这个Street Life 他就走出去 他们专门去 跑出去外面 去街头步道 带领敬拜 去 传福音街头步道 我这一次 我已经 联络他的 总感 就是那个David 负责人 他因为 这个weekend 他们 他们里面 有一个 可能一个童工吧 我跟他们 就去世 他们正在 就说这几天 做这个 追世礼拜 感谢主 很奇妙 我们星期五 我跟我的女儿 还有一个朋友 我们住在一个 我们住在一个 R&B 原来住在R&B 就靠近 三分钟 就到了那个 Street Life Ministry 我没有机会去 但是上帝 把我 透过住的地方 我们就经过去看 我还去那边 去看那个地方 然后去 我就当时下着雨 我就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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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没有人 不过我就 哈喽 哈喽 一下 刚才也没有人 准备给我打到呼 后来也没有了 他们就 可能就已经 不在那个地方 去处理他们的 这个 追世礼拜的东西 不感谢主 这个我很期待 我 我一定要 因为我要加入 他们的团队 可能一个礼拜一次 去做街头步道 他们在 Lower Manhattan 一个port 我看他们的 指导里面 就在那个 那个Lower Manhattan 最忙 繁忙的那个地方 那个port里面 他们有一辆 好像bus这样的 里面可以做很多食物 然后就是一辆bus这样的 我看到的时候 我很兴奋 就是我 这是我梦寐 以求的 我就是 这是我的dream 能够在街头 步道 这是 就是像这些人 感谢主 这个就是 你看到人走出去 教会要复兴 教会在里面 是不复兴的 你要走出去 你就越走出去 越复兴 所以教会 如果你一直还在 被四面墙 关注的话呢 迟早 会倒下来 所以上帝 要我们走出去 这个瘟疫 给我们看到 很多教会 关注不能进来 意思就是说 教会要我们出去 走出去 如果教会还没有看到 这样走出去 就是神给我们 复兴的机会的话 那我们就 活在上帝的旨意之外 我求主帮主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上帝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你自己的话语 必然成就 我们相信 你正在 借着瘟疫战争 饥荒等等 这个 事情 来在世界各地 使教会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感谢主 我们相信 不久的将来 你正在 让教会经历 史无前例的祷告 进而经历 史无前例的大复兴 主 谢谢你 谢谢你 正在美国 正在做捷径的工作 我们看见 无论是这个 多台法案 要废除掉 是一个很明显 上帝 你自己 要接近美国的 接下来 就是同性恋 这个法案 要被废除掉 主啊 主啊 这些都是 整个美国的 这个道德价值观 要提升 这就是 教会 复兴的一个现象 感谢主 你让 基督徒 在每一个社会的阶层里面 发光 做见证 这个就是复兴的开始 感谢主 荣耀归 给主 谢谢主 推听我们的祷告 按照 你的旨意来成就 将同性 感谢祷告 是靠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Amen Amen 谢谢主 谢谢主